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为何又突然想起你 在这空空房间里 思念太异性 在我们曾经的梦里 来不及说我爱你 绝不得不分你 心痛到无法呼吸 指引你 因为你我可以 不顾一切 向你飞奔而去 相识不易 相爱不易 你为何要逃避 多希望就这样 紧抱着你 让你听到我一颗心 只为你跳不停 你是否会珍惜 因为你我可以 奔不顾身 哪怕流言蜚语 相识不易 相爱不易 我们身不由己 若回忆已没有意义 该如何把你去铭记 只是可惜 这样失去你 只是可惜 这样 失去你 我现在特别轻松 特别轻松的 因为我把过去看得透透的 彻彻底底地打包捆绑 人进垃圾桶里 别这么想 也就那么回事 真别那么想 现在的一些 都是过去的延续 隔离不动 你想说 我看得通 没事 你也会有点 interview 我看得到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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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刘老师 山老师 这又送爸妈回招待所啊 您不是视察工地去了吗 怎么来这儿了 是在这儿等我呢 是啊 那个我想跟你谈一谈 想跟你私底下交流一下 方教掌 我就是一个在读研究生 周卫东他们非要说什么失战恋 我觉得挺可笑的 您不会跟他们一般见是吧 不会不会 沈宇啊 我是想啊 想让你仔细地考虑一下 你们这个结婚的决定 是不是有一种这个 或冲动的成分 或者是赌气的成分 所以跟你说啊 这结婚可是人生的一些大事 一定要考一考 要不要谋谋的决定 是吧 方教掌 您那么日理万机 这么小的事就不劳您操心了 我可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呀 谢谢干爹 那尝是不是啊 您不是我干爹呀 那您那么操心干吗 我这不是操心 我这是就是想告诉您啊 你好好考虑一下 是不是 还是 您还是听信了那些流言蜚语 沈宇啊 你这么说话就不努了 好 行了 我跟你说吧 你好好地考虑考虑 好 你别走 站住 你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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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你听我的话 我说 你先要再等我谈宝妈了 对 你 我跟你说啊 魏老师 你在我们心目中 这光辉形象全毁灭了 全毁灭了 就是 我们那么信任你 让你去帮我们给予宇做做工作 你倒好 把予宇当成自己的自留地了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二位 二位已经听我说 已经听我说 是这样的 我和神隐之间呢 还是存在着情感基础的 以前 以前是友谊 但是现在 放大 放大成为爱情 这个逻辑 它是现行的 是成立的嘛 对不起 这个事吧 这样 你别扒了 好好好 请请 请 这个问题它是这样 二老必须要这个了解一些 内因 什么内因呢 就是我和神隐 不仅是导师和学生 而且我们还是同事 在很长时间的工作和学习中 由友谊变为爱情 这叫 对 革命情感 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猥琐的成分 对吧 对 不对 先不要急于下结论 我相信 二老都是从那个光荣的年代过来的人 所以对革命情感这四个字 应该很容易理解了 是不是 既然定义为革命情感 那么这份情感 就是纯洁 且是神圣的 怎么 怎么会缺乏尊严呢 他他他他一说我 我接不上套了 他这是文化人 他他都出口成章了 对了 你跟我耍嘴皮子是吧 对 没有没有 这个不是耍嘴皮子 也不是空口说白话 这样 我们我们换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的 二老 成皮成皮的给神语发这个相亲对象 目的何在 那么家无事 你甭管他 好 那么我替二老分析一下吧 目的就是在于 希望神语能够再次嫁人 是不是这样 是 对吧 好 那么基础成立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相搅一下 我 这个师大中文系主任 而且是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党实卫名 和二老批发给神语的那些个相亲对象 孰优 孰略 什么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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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 你 我说不过你 我告诉你啊 不是 我觉得吧 他说的都行 不好意思 不是 那个 你们俩到什么程度了 不是我说你们之间的感情 有那么坚定吗 方校长 肥短流长是人类社会 无法清楚的陋习 对不对 说的就是吗 好的 那么我们不能因为畏惧灰色就拒绝阳光 不能因为总有丑陋就禁锢美好吧 您是校长 是把握大方向的人 您说 百年师大 是应该同流于灰色 还是应该鼓励和弘扬对人类美好愿景的勇敢追求啊 您说 当然 这魏老师说的话吧 也有道理 可我跟你爸这心里啊觉得还是有疙瘩 那我就嫁那编台编剧呗 把自己枉死了整行吗 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总抬杠呢 小语啊 以前那些不合适 咱们再找啊 不是也没钱的你们不要 你们非要满世界逃货你们都什么心态啊 我就不明白了 哎呀话可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怎么说呢 魏老师对我有感情懂体谅我为什么不嫁他 嫁了他我马上就搬进三十一厅 事业上还能得到帮助 我为什么追求优秀你们非要给我拆台呢 那我就不明白了 他父母公职退休远在千里没有负担 他们也不会死结白裂的非要搬进我们家来造成婆媳矛盾 弟弟弟媳妇都有自己的事业 无需帮助无需支援 这么百年不遇的家庭环境你们为什么还有一堆堆的反对意见呢 我就不明白了 凭什么呀 说得也是哈 是 这个 这个魏明儿吧我跟你说 我觉得他说得是对 魏明儿这孩子不错 什么呀 你能不能说得明白点啊 就是说咱俩今后啊 不要把小语当成未成年人 是啊 不是 这个魏明儿不错 对 这个年龄也相当 这个挺好的 是 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原则呀 原则 不觉得我太草率了吗 不是 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那个不是说人条件好 对你体贴 什么对你有感情 这不是都你自己说的吗 你不是衡量过才说的话吗 这儿 什么跟你们也说不清楚 我说错什么 不是 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 其他我没什么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方校长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是我结婚我要顾起谁啊 王萌萌一堆苍蝇 就是见不得人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找我有事吗 贵老师 我这么突兀地跟你提出机会 是不是太草率了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 一开始有一点点突然 但是 没有突然又 和谈惊喜 对了 没有 我就是觉得 哦 我懂了 拖马行在潘大尼那儿了 好啊 走 小薇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这不是哪次的问题 你不能尝试欺人哪 我这口气还没有消 这口气消了 过去 就真能割裂了吧 真的 真的 就是举报你违章停车 你至于吗 正忙你到底帮不帮吧 不是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 都说你和华伟林挺那个的 怎么结上仇了 你少废话 不干 我另找他人 干 绝对有你的好处 就这么简单 这个 让他丢掉工作 也太狠了 我干我干 我干还不行 但是 我能有什么好处呢 你能顾我吗 那得看结果 你 对不起 这里不让摆摊 我懂 行个方便 你这干吗呀 行个方便 别别别 你这干吗呀 别让别人看见了 装上 你别这样 行个方便 行个方便 你别这样 你怎么打人啊 城管打人 别害我啊 城管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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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城管打人了 城管打人 别害我 城管打人了 城管打人了 你干吗呀 你 城管打人 城管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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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捕老百姓啊 城管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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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驱逐出队伍了吧 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了吧 拿回车本的时候 我忽然有一种 躁热热的感觉 烧得我很难受 我就觉得有一个声音 一直在跟我说 我不是原先那个顾小微了 没错 没错 话为例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拳头大的那么一颗心 只为你牵着 自己给自己炮制着希望 总是拿一张热乎乎的脸 贴你个冷屁股 所以我觉得我忽然 同情心泛滥地过来找你 很没有面子 所以我也要证明 给我自己看 我现在对你 根本就不在乎 对你下个狠手 连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你跟这一干涉at 那些人都没有 或许多 banyak吗 你也不想看 你够一样 阿姨 还不行吗 彻彻底底地征服你一次 我就彻彻底底地 游戏了 你为什么 还那么孤独 什么 没什么 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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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们去玉皇山 我朋友在那开了一家餐厅 就在山顶上 特别有意思 小卫 明天我回去了 别呀 你不是还有好几天的假呢吗 你已经没心思陪我了 不会 华伟林 那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还记得我说那话吗 有冲动就去宣泄 你又有了躁动的感觉 又开始坐立不安 哪怕是使坏 也要把他的注意力 挖回到你身上 没有 你生气是因为你满江热城 却造了盆冷水 是他见到你了 却要隔离你 你征服不是为了游戏 而是为了重新再希望我 老朱 你不是个会吃醋的人呀 我当然没有吃醋 我只不过 是在不合适的时间 修了一个不被你认可的家 不允警吧 找家好连餐厅 走前请你家人吃个饭 老朱 老朱 挺好的 去吧 您好 请商人 您好 请商人 您好 先生 您好 先生 您好 先生 祝您旅途愉快 乖 乖 乖 马上 吓死我了 你怎么开的 你能不能思想及重点 哎呦 吓死我了 谁开的车 你啊 没事吧 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你 新车还没磨粉好呢 不是新车 是你新手的问题吧 什么技术啊 还敢上路 不是 都是他买了新车瞎嘚瑟 我就说坐大巴巴 他非不肯 还非说要练我 幸亏这萱萱他没黏着我们 要不然非得被你吓死吧 成精病吧你 不是 我说你们着急忙慌的 这是去哪儿啊 沈宇这不是要结婚了吗 他爸妈说让我们俩过去 帮着策划 跟谁啊 你可能不认识吧 是他的研究生导师 卫明也给我们上过大课 行 那你们赶紧的 别耽误了 行 那我们就不去了啊 你确实没事啊 行 开车小心啊 当心点啊 你也当心点 不好意思啊 思想集中啊 我都不敢开了 你开 你开 你开车小心啊 这个孩子 还不开 吗 不开车 你开车 再来啊 致输 那天你问我 为什么还那么孤独 那你呢 你为什么孤独 心爱的人不在身边 怎么都是孤独的 谁都没有办法帮你平复 就好像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换个开始 倒霉催得又碰见了你 又乱掉了 可是我比你强 我为谁难受我就冲谁去 我不跟别人玩酷 我见就见到底了 我来争取你敢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沈宇要二婚了 跟卫明 他的研究生导师 有房有车有地位 样样盖死你 有本事你就去争取 你去把他抢回来 别就只会板着一张 臭脸玩忧伤 这个手机是给你买的 里头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沈宇的 既然你们离得荒唐 分得遗憾 那你就给他打电话 你告诉他你不同意 让他踏踏实实地等你回去 如果 你连打这个电话的勇气都没有 那就把这个电话号码删掉 找什么 spes nulla 窝囊玩具 我帮你打 你干吗呀 顾小薇 你别闹了行不行 你 是吧 是是是 喂 你别闹了行不行 喂 黄伟林你有没有点出息啊你 你别折腾我的媳妇气 你别折腾我的行不行 你别闹了我 你别闹了你 1 2 2 2 4 4 6 11 6 滚 滚 真快的来了 来来金金 恭喜恭喜 可以 可以了吧 放在我来吧 恭喜 恭喜 不行 你们俩 来来来来 谢阿姨不麻烦了 我说啊 你们两个人来的特别好 我跟沈宇结婚 还真是少不了你们俩 哎呀 您太客气了 我们怎么也算是娘家人 是吧 那是那是 沈宇姐 你们选好什么时候了 这个时间上我们这么考虑的 我们考虑在元旦比较好时 因为大家比较好安排时间 这个卫明的弟弟跟弟媳妇啊 都在国外 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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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圆诞节好 新年新气象 对了 年轻人啊 听好了 你们就负责出创意 好 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婚礼啊 一定要搞得特殊一点 不求奢华 但求浪漫 咱们这个还不搞西方化的那种浪漫 咱不拷贝 好 主意你看看 好好好 那咱们好好策划策划 方案不要婚庆公司出 咱们自己来 好吧 对对 魏老师 我还叫魏老师 这孩子 叫什么都行 怎么了 要不咱们再缓缓 怎么了 我觉得 好像有点太草率 太仓促了 咱们再多给点时间 好好想一想 行吗 我已经想得蛮清楚了 我知道 是我想 再好好地想想清楚 再给我点时间 行吗 我正好要回趟家 不是寒假吗 回家也有时间 可以好好想一想 回来就想清楚了 到时候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好吗 好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是呀 您是车门 您是车门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你看是车门 您是车门 您是车门 开门 您是车门 车门 您是车门 您 是车门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是车门 您操作 您要车门 其实 你和魏老师的事 我们也觉得挺突然的 我爸妈就有转着圈的果论 还有旁边一堆人拱啊拱的 其实这事要怪我 我早该说的 就是顾及这个顾及那个 真比好到了现在 可是 你真就没想过吗 苏格拉底的因果定律告诉我们 没有那种结果是偶然的 包括选择 我早就是举外人了 我不知道状况 想不好怎么跟你交流 其实我什么都想过 条件 改变 未来 真的什么都想过 也都没想过爱情 还想着画为恋恩 到底想干吗呀 你罚我 够付我 norm果 一个电话把我拼到浪尖 一个电话又把我塞在地上 离婚就是我不懂事 是我放过的 行吗 行了吗 老大 可不可以不要再抱歉了 这都几点了 刚回来啊 你是不是才吃药 就这拓炉子点了灭灭了点 折腾半天 你别跟我撒谎 你就是忘了 这中药就是个安慰汤 喝不喝的都那么回事 你重视点自己身体行不行 你说枪顶着也不做话来我议你 你中药总得按时喝吧 我不就晚几个小时吃吗 你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八位 癌症得了癌症怎么都行 你就是不可以怕 知道吗 就得有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 我活着一天 我就鄙视他一天 我就讽刺他一天 我就讽刺他一天 我爱咋咋咋地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毛主席那句话说得非常有深意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求 跟病魔斗跟癌症斗 它也是这种意思 是不是 你就把它当成一种乐趣 一种很大的乐趣 区区的一个鼻炎癌还能把 优优 independent 困在一块儿的 没有 就是 就是偶然相遇 然后就勾三搭四对不对 华伟林混账白印你嘛 你心里明明想着沈宇呢 又把顾小薇拖下身 你这种心态很不健康 你知道吗 跟沈宇离婚 你是后悔的 你别不承认 那天你问我 世界上有没有后悔药 你以为我傻听不出来你什么意思 后悔你倒是弥补去 你倒是找他好好说去 你黏着顾小微 天补空虚你 你做给谁看 是 离婚这事上 沈宇的过错是大了一点 可 你也不能拿着顾小微来报复他呀 再者说呢 几百里地以外呢 你报复了 人家也看不见 不是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啊 我就是告诉你 我这儿子 懦弱 矫情 他不是个东西 其实他没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你们就折腾了 因为你爸的病吗 都过去了 无所谓的 对不起啊 这不挺好的吗 就照着他的逻辑走啊 我利用你报复神语 结果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啊 被他当面道破 你愿意离去啊 你愿意离去啊 都风浪不尽地回到云点 不知道真相 就不会欺憾自己拖累你 还没有拖累我 每个选择 都不得了 都是我自己做的 都是我自己做的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你 没有让就让西传帮 韦林 你把我拖累啊 我不该折磨你的 害你丢了工作 过去的事都别再提了 不是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我就是想折磨你 折磨到你跟我低头 这算是什么心态呀 我现在真的是后悔死了 你爸这病挺需要钱的 没事 我帮你好不好 你先别急着拒绝 你不要舍雨晨丹 要说感动我爹愤 不想 要说心疼 不知道 反正我们 都不是因为寂寞再孤单 那就搭个伙呗 孤独纪尼也别一个人闷着 我也需要有个人督着 别太低级趣味了 老朱他不行 他总是惯着我 你自己做决定好吗 我不强求只是 希望你多想一想 为你自己 也为你爸 好吗 你答应过我的 我要是让划伟林丢掉工作 你得顾我 我答应了吗 我只说过我会给你好处 这钱我不要 你必须得顾我 我要在这里工作 好 慧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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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од 慧伟林 庐祖 portfolios 离 Word 慧伟林 你 你试 LED 我回想法 有个地方 总在心里珍藏 那么久远 却无法遗忘 有段时光 总忍不住回望 心上的人儿 不知在谁身旁 有段花儿 总在心中绽放 那么甜蜜 还带着感伤 梦中的人儿 是否插去泪光 青春的激情 融化所有悲伤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换绑 爱过就不能忘 三年卡在心上 日出天长 你别成了心愿 有段花儿 总在心中绽放 那么甜蜜 还带着感伤 梦中的人儿 是否插去泪光 青春的激情 融化所有悲伤 融化所有悲伤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换绑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思念卡在心上 一旦天长 一遍成了心愿 一遍成了心愿 爱过就不能忘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捆绑 爱过就不能忘 四面刻在心上 宇宙天长 你变成了信仰 宇宙天长 你变成了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